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蔡總裁 主席 央行 彭總裁 以及各位先進 朋友 大家早 主席 我來請教 我們彭總裁 我們先請彭總裁 下個囚固 沒關係 早安齁 總裁 我想每一位都要 從你的嘴巴裡面 追出你26號 這個理事會的這個決定 我想換一個方式來請教 你的決定 你心中說說做到的決定 和理事會 你說你很尊重 理事會用表決 一樣 結果是一樣 表決結果和你一樣 的比例是多少 那個R係數是多少 0.99 R square 我回去算一下子好了 你太Cagy了 好不好 好 那我想最近這個 最近這個swap 就是台幣和人民幣這個貨幣交換這個協議 今年總裁特別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那個對方的易剛先生 也特別講說 幣談這件事情 這個人民幣現在累積多少在台灣 三千多億 還是三千多 去年中期就 因為初期是快速成長嘛 現在就穩在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維持在高原期就是 比較沒有那個好奇心很多方面 所以目前還是透過中國銀行的台北分行 來做這樣的一個 有不同的使用啦 因為我們跨境貿易 現在百分之二十是來用人民幣清算 然後我們可以 對大陸投資銀行間的債券 然後可以在昆山上海做貸款 很多事情還可以境外使用 所以即使雖然在三四年前 雙方這個所謂的MOU之後 其實這個協議應該是緊跟在後面要 繼續來完成的一個工作嘛 所以還是政治的問題沒有做好相似度的安排 那這個MOU已經簽訂這麼久 為什麼沒有什麼特別的進展 事實上前年呢 吳伯仲先生跟 習近平先生見面的時候 他會有的紀錄也是說 盡量爭取在年底來完成 但是我們繼續努力呢 We are ready 但是這個事情呢必須要雙方 那當然 短期間是沒有這樣的一個流動性的問題 處理這個流動性的問題 短期間 其實協議還沒有簽 簽的話這是更好 沒有簽我們很多的管道 還是可以消化這個人民幣 因為兩邊Wiretrain的都很多了 其實動用到swap的機會實在是很少 對 好 那個就是備而不用嘛 那就是安定嘛 那再來就是有關這個 剛剛你講昆山很多地區這個 台商的貸款 各方面還是我們國營到中國大陸去處理 我想昨天我有請教這個曾主委 有關這個 剛剛吳秉瑞委員也有提到 之前的這個 那邊因為債信不好 還是說不穩定 這個不透明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所謂的 他們去年外匯管理協定 新的規定 就是現在可以有擔保 有擔保 那中央銀行就這個 本國銀行在中國大陸的受信 這樣的一個風險的管控 有關這個擔保人或者是擔保品 提供的這件事情 中央銀行就這個金錢的部分 有做什麼樣的一個工作 像委員報告呢 對於大陸的曝選部分呢 那麼中央銀行呢 大概不久以前呢 曾經也提供了一些意見呢 讓金管會參考 但是 給委員報告 對大陸曝選的比重是有點下降 這鏡子的比例大概去年9月呢 是67.95 到去年12月已經降到67.84 但是還是非常的緩慢 對但是 還是不夠 但是去年既然有這樣新的規定 我是認為這個是一個 對方也是一個好的政策 比較接近國際化的工作 所以我想這一點我們可以再加強 另外就是最近到了歐洲的QE 今天的傳聞的中國這個QE 但是因為美國的QE的量很大 我想我們每一個主要國家 還是包括我們自己 應該對QE可能對股市房市 各種金融情勢的變化 已經有經驗了 所以在吸收這樣的一個衝擊 應該可以應付非常的從容 這一點 這樣的觀察是不是對的 我想委員說的是對的 因為歐洲的QE的力量是比美國的QE小一點 所以基本上不需要太慌了 所以我想我有看到總裁 在國際情勢的一個分析 國內經濟情勢的分析 你講到這個新的經濟 就是所謂的新平庸經濟 低於平均的這個成長 你心中一般的所謂的平均的成長率是抓多少 他是這樣給委員報告的 就是金融危機之前他們十年裡面 經濟成長率約5% 那金融危機之後 只有低到 因為5%已經沒有 很久沒有5%了 3%就不得了了 很久已經是這樣 因為最近的 最近這個 2月這個美國總統奧巴馬 在分析他們的國內經濟情勢 他特別講到一個 他說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is strong 強壯的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 柯林頓的時候 也是在第二任 因為第一任都非常的辛苦 在第二任的中期啊 他也講 因為整個景氣回升 他的那個國債 從deficit變成 surplus 所以柯林頓 卸任之後一直享有非常高的名聲 就是因為經濟搞好 他也是講一句話 他就說 All state of the union is robust 我對這兩句話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你今天在分析 本國的我國的經濟情勢 你說穩健的成長 當我國的經濟穩健成長的時候 美國的經濟也在穩健成長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經濟和美國 以前是關的一起親親 你會怎麼樣 呼籲把握這樣的時機 繼續帶動台灣的經濟成長 OK 事實上呢 我看到 美國的國情智慧的時候 我有一個感次的 事實上台灣也有類似的情況 我們也是好起來了 我們的失業率也降下來了 對不對 我們去年的 蠻的位置也增加了 實質工資也增加了 事實上 台灣的經濟成長也恢復了 謝謝 總長 所以基本上你今年的這個報告 報告的時候 我心裡的感想 我們也是這樣 對非常好 我的意思就是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在這樣的失業率下降 勞動力增加 經濟景氣成長的時候 薪資會自然成長 經濟理論 薪資就自然成長 對不對 當薪資會自然成長的時候 政府用減稅 來彌補產業界的薪資成長 這是一個好的經濟政策嗎 這是一個行政措施嗎 這是一個對的政治決定嗎 就是剛才 所以我要請總裁看一下這個 過去這麼多年來 我們GDP 其實每年都有成長 只是最近兩年成長的特別好 比亞洲的四小龍還要好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企業的營養不斷的增加 勞工的所得薪酬不斷的下降 持續那麼久 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狀態 但有什麼好的方法 除了這個自然的經濟的規律之外 總裁有什麼新的建議 像委員報告呢 這個現象呢 是全球的現象 我去查過 美國國家裡面的位置 佔積率比例 德國也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說 剛才我跟林委員 林德副委員報告的時候 過去的思維是說 政府要減稅 或者是怎麼樣呢 企業要cost down 增加企業的營養 企業營養增加之後 會增加投資 投資帶動就業 增加所得 沒有這回事 這個是wage share下來 現在的思維就是說 要推動工資帶動的經濟成長 也就是說 你這個企業的精英人 必須要把你勞工 把它看為 跟你的老闆一樣的重要 不能夠只顧替老闆賺取利潤 你有利潤的時候 所以 非常感謝總裁 所以一樣在這個 歐巴馬的演講裡面 他除了 專程的 把美國一些優良產業的 董事長 請到國會兩院 這個聯席會議裡面 特別的肯定他們 對他們的員工加薪 對 這樣自動 另外 從政府的 但是 產業界的主動行為 但是就政府的施政 他是特別強調 提高基本工資 透過基本工資提高 他挑戰這些國會議員 你們問自己 這樣的一個基本工資 這樣的一個最低薪資 怎麼生活下去 所以他要求國會的 通過這樣提高這基本工資 所以我們政府 政府委員好幾次 最近提高了基本工資 對 所以 對的政策 然後工資來帶動經濟成長 增加勞工的所得 增加可支配所得 提高消費 帶動經濟成長 應該這樣才是對的政策 這是一個目前國際勞工組織 推動出來的 我非常感謝 我強力支持這樣的一個主張 我反對在這樣的一個 精緻自然成長的景氣狀況下 還透過減稅更加的 拉大貧富的差距 這不是對的一個政策 我想這個 在還沒有變成政策之前 我們透過這樣的理性的論變 希望能夠給國家帶來一個 對的一個政策 我想這樣是國家之福 最後就是說總裁對於這個 貸款層數的管控 來穩定這個房價的問題 過去一定的貢獻 但是顯然 我認為除了需求面之外 供給面也非常重要 所以你贊成不贊成 尤其是台北市 台北市因為房價是太高高到離譜 台北市政府如果來透過公共住宅的提供 因為我們錢很多嘛 來 供給面也增加 但中下階層已經年輕人有房子住 來 兩步 一個是需求面的減少 一個供給面的增加 來同步來穩定 這個房價 這樣的一個方向 總裁你贊成不贊成 我贊成委員說的話 比較需求面 供給面跟助度面 像台北市啊 去看一看啊 兩個國小隔一條街 沒錯 因為出市率的下降喔 國小學生很少 一萬的學生的老中國小 甚至八百個人 假的把病在一起的話 另外一個國小就可以拿來做 拿來土地 可以拿來使用 非常感謝 所以其實國家的土地可以 共同來促成 整個這樣的一個社會問題 這是跨黨拜託問題 這個平步差距的問題 年輕人怎麼樣房子住的問題 是非政黨的問題 應該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共同來解決這問題 謝謝你 謝謝